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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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因为钻石公主号每天都持续出现暴增 所以日本已经累积来到了420例 一死 香港有57例 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也已经累积来到了75例 在今天也谈到了泰国的疫情也持续升高 我们也来看一下泰国 泰国已经来到了35例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部长陈时中 在开季酒会的时候也谈到 非常担心台湾会面对社群感染 60余岁的男性 有B型肝炎及糖尿病的病史 无出国旅游史 亦非确诊病患之密切接触者 个案于2月15日晚间 因肺炎合并败血症死亡 那本身是一位白排的计程车的司机 那在那边主要的客户 他主要的客户 都是去有中港澳旅游史的 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社区感染的首例 谢谢 应该可以这样子说 我们看到我们部长的回答是 应该可以这样说 应该可以这样说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来看 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这个死亡病例是无接触 没有旅游史 他是一位白排司机 大家很担心出现社区感染 社区感染和社区传播到底差在哪里 我们的柯市长说 社区感染迟早会发生 所以到底社区感染发生了没有离世 应该可以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应该可以这样说 应该可以这样说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就是要详细解释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 有没有社区感染 大家为什么对这名词 非常的一个敏感 因为有没有社区感染 是衡量你的防疫政策 需不需要改变的一个重大分水岭 通常像武漢肺炎一开始出来 一开始我们一定是要containment 就是把它围堵在境外 不要进入台湾 进入台湾就变成社区感染 你如果已经到了大规模 社区感染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检疫 不需要再围堵因为你自己已经在烧了 你围堵什么东西 到时候就从围堵变成减灾 减灾的话就是很可怕 什么学校要停课 什么所有的戴口罩 所有的大型活动停止 婚礼要延期 非常的严重的事情 那就是变成减灾 好 我的大型 非常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有专家学者说 一旦台湾爆发社区感染 等同的意义就是台湾要被关起来 要被全世界关起来 所有的国家都会拒绝你 对你断寒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司机 他算是社区感染 算是社区感染吗 是还是不是 他没有明显传染源 所以他是社区感染 可是我们在决定围堵 或者是减灾 这个步骤并不是看一个社区感染 就要做决定的 你是要大规模的 没有明显传染源的社区感染 我们才会注意 那国际会把我们列入 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的国家吗 不会啊 你如果一两个 单一个案是不会的 还不会对我们 所以他有社区感染 但是他不是大规模 什么叫大规模 有记者问我 我就是说没有明确定义 可是像日本那样 就有点像大规模了 你看他日本到处都开发 到处都是没有明显传染源 新加坡从一开始疫情开始 我们一直看新闻说 他有几百分之多少 就是没有明显传染源 他们比我们严重多了 可是他们有变成 他们还是继续在围堵 他们没有进入减灾阶段 台湾只有一个个案 它是单一的 例外的个案 而且严格的讲 这个病例 他是常常去接待 那个中港澳的旅客 他可能有接触死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认而已 然后他的地底发生传染 他也是算一个有明显传染源的 所以他是一个 那个社区感染是没错 但是他并没有大规模 而且他很可能 是可以追溯到传染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案 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防疫政策 所以不必在这个名字上面 一直不停的打转 他反正是这个病例的出现 显示说我们的防疫 做得非常的积极 我们现在不需要改变 我们的防疫政策 我们还是围堵 我们还不需要每个人去戴口罩 首先我们就要知道说 这个case怎么发生的 我们怎么发现的 他其实是回溯室发现的 他不是通报 他没有通报 因为这个司机 他本身是没有旅游死 没有接触死 所以不合法通报定义 他有肺炎 他如果是来自武汉 当然他就要通报 可是他没有这些历史 然后他有肺炎 住进医院 他就是没有通报 他通报成疑似流感重症 并发肺炎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说 我们也有意识到说 我们现在那个 旁边的国家疫情那么严重 可能会有落眼之瘾 跑进来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如果有那个 经过这个防疫的漏洞 跑进来的case 我们有没有能力 很早就抓到他 一天抓到两天抓到 就是我们可以扑灭 星星之火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那个 前一阵子开始对1月31号 我们疾病管制所所收集到的检体 包括流感重症的通报病例 他如果没有验出流感的话 那么就要来验冠状病毒 结果就找到这一例 所以他本来是把他当作流感的病人 对 他说回硕式的 回硕式的去找到 那个卫爆弹 我们就是找到卫爆弹的 所以大家应该高兴 就是我们非 如果没有像台湾那么积极 去回硕式的去找检体的话 这个病人到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我要强调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记得这个白牌计人车时机 也就去世了这个61岁的男性了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断定是 所谓的新冠肺炎 因此他在计程车司机的聊天 喝茶的时候 有跟很多人聚会 因为他们的计程车司机 经常会在一起聚会 所以因此我在报纸上有看到说 有计程车司机跟他是同行 说那天还跟我们一起聊天 这个泡茶 第二是建设司机经常在一起聊天聚会 第二是建设司机带的客人可多了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单独把焦点聚焦在这19号上面看起来 是没有办法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释 但是如果后头 扩大他的接触的民众 以及他接触的客人 那我们就担心柯文哲的说法 他说社区感染 他指的社区感染应该就是 李仪式的大规模社区感染 迟早会发生 对 柯文哲的预言 有可能吗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希望它发生 而且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非常认真的在做所有的事情 包括这个19例都是回溯去把它挡住的 你知道吗 从头到尾没有判定它是新冠肺炎 但是为 卫福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说如果有重症的流感病人 一直治不好的 你麻烦去给我查 他到底什么原因 你去给我检测 所以现在连流感病人也要查了 不是 常就是比如说 治疗失败 对 治疗失败 有这个规定 被炎病人 对 这个才会查 好 所以当然我们心里还是有担忧 但不要恐慌 我往下来看 第二个问题是 我也看不过什么叫做 发病世代间隔三四天 就代表无症状传播发生中 好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无安肺炎 发病世代 间隔三四天 无症状传播发生中吗 台大工卫学院副院长陈秀希是这么说的 他说台湾恐怕有7000个潜伏社区的感染者 这样说我们也欢乐 谢宗学医师说 3月底到4月恐怕会成为防疫破口 李医师 所有都有可能 我其实 先帮我们解一下 发病世代间隔三四天 无症状传播发生中间的因果是什么意思 这个非常高的学问我看不太懂 发病世代 这个我来讲 这个我来讲 我讲 我就举我们彰化基督药医院出院的这个女性 她是1月20号回到台湾 1月25号才有症状 她的症状是发烧跟肌肉酸痛 然后27号验出病毒 27号验出 她先生是她20号回来 当然就跟她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是同寝室 她先生是28号验出 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 所以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 如果假设潜伏期 因为我们以前讲是 潜伏期或发病后才有感染力的话 那潜伏期如果以这个女性来讲 是7天没有错 因为她20号回来 27号确定 但是她发病的症候是5天 所以那你最少也要有症状 也就是说你感觉发热或者肌肉酸痛 那25号那一天才开始具传染力 对不对 那传给下一代就是她先生 那她先生既然是28号就出现了症状 所以当时他们就认为说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只差3天 那就表示传播力的速度会非常快 对 因为如果说我是7天潜伏期完 才会传给别人 那我的隔代必须至少7天以上 8天 听懂意思吗 我懂 我感染到以后我7天发病 用白话文讲就像餐厅的翻桌率 我还是听不懂 对对对 现在呢我们以为翻桌是7天翻一次桌 没有想到现在发现 3 4天就翻一次桌 意思就是说她桌上的人 翻桌率时间越短 翻桌的次数越多 翻桌次数越多 感染的越多 代表传染力很大 平均还是5到7天 没有到3 4天 平均你不能用个案来看 来 但是我们来看日本的研究 不是 李教授讲得对就是说 刚刚我讲的那个案例是个案没有错 但是那个个案确实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开始传播 所以她认为发病事代隔3 4天 我们来看日本的研究怎么说 日本研究说推估2019新型冠状病毒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武汉病毒 他的发病事代隔平均 他讲平均不是个案是3到4天 而且推论有一半以上 一半喔 是来自于无症状传染 这样就恐怖了 我觉得日本的研究有问题 因为他们的那个经验大部分来自那个游轮 那个游轮根本就是毒窟 现在看起来就毒窟 他们有两个检疫人员都生病 你如果毒窟的时候病毒量高的时候 他的潜伏期会变短 你如果去看中国的那个资料 他的那个发病的间隔没有那么短 他接触时就是5天7天 发病的间隔长短是不是影响到 我们去推估未来的受感染人数以及规模 当然 我要 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翻桌率的概念 对 你翻桌率是对 另外我再帮你加一个因素 就说如果我没有发烧没有肌肉痛 我觉得我没有症状的人 我就会比较轻忽 就会跟这个赖先生一直聊天 因为我跟他说你放心 我都没中 你不用烦恼 那但是其实我已经传给他了 但是如果说 以他做例子 他现在流我们的水都不敢喝了 他说他翻桌翻老师的口水 好 没关系 但另外一种 但另外一种情况是就是说 如果我一定是发生症状以后 才会传染人的话 我警觉性高 因为我已经开始有症状了 我不想传给赖线症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理由是一个理由 我这个理由是第二个理由 也就是更可怕的是 有一半以上的个案是来自无症状传染 但是我觉得李教授刚刚讲的对 因为你这个人数要很大 几千人 几万人 那个大陆 大陆现在目前看到 我看到他的资料是讲说 无症状传染 他们觉得有存在 但是呢 但是没有像日本说的有一半 没有 量非常少 没有到一半 那大概都是各个 我觉得是他一半以上 追查不到传染源 事实上是接触传染 像那个游轮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接触传染 你就接触不到传染源 你就推论他是无症状传染给你的 那个推论有可能错误 好 那就不要那么紧张 但我们来看一下陈秀希讲的 会不会也让我们很担心呢 这是我们台湾的 好 台大工委学院副院长 陈秀希是怎么讲的 我们仔细讲一下他那样 他说在武汉封城前 已出有五百万人 这个是定论的 大家都确定了 大约有七千五百一十五人来台湾 推估其中 滞留在台湾的潜在感染数是五百零五人 台湾现行的发烧解疫可以排除掉 78%的感染者 换句话也就是说 仍然有78 100减78就22 仍然22%没有被发现 他就算了 所以有111名潜在感染者 到现在没有侦测出来 那台大学者的说法 是不是就相对可信 而且令我们担心呢 这个是说我们没有任何 我们的防疫措施有漏洞的时候 就是可以这样推论 没有错 可是我们防疫有漏洞吗 这是可疫的地方 因为所谓的自台潜在感染数 为五百零五人 因为他们经过检疫进来 所以他们大概都是顶多轻症 要不然就没有症状 可是我们一开始就对武汉来的人 非常的严格 就是有呼吸道症状就要筛检 就要居家隔离 所以他会无症状的 他会轻症的机会很少 除非他是无症状 我们筛检从武汉回来的人 的这个筛检 跟武汉肺炎爆发的时间点 这中间还是有时间差 因为其实武汉肺炎爆发的时间点 是在去年 我印象中是12月份 对不对 就已经有病例了 但我们开始警觉到 武汉回来的人通通要筛检 其实确实有那个时间差 是有时间差 可是那段的人数没有那么多 人数最多的就是 500万人到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老早就已经 这个是元月23号之前 到现在已经25天了 要爆发早期 对 这7500多人 是元月23号离开武汉 逃爆全世界 到今天已经25天了 不是 这个地方我要跟你讲一下 他有一个盲点你要看到 就是说他这些数据 听起来都好像很合理 比如说以发烧来讲 目前来讲没有错 病人会发烧的 我目前看到 大概是70到80%没有错 大概有10到20%是不发烧 所以他用这个来讲 我说这个数据倒没什么问题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是 我们如果是从疫区来的话 我们要隔离14天 所以他甚至没有发烧 他没有症状 他可能不就医 我同意 但他一样要隔离14天 除非这111个人 全部都是去KTV唱歌 我认为台湾人的素质没那么差 因为你今天真的 他需要被隔离 他还到处乱跑 他们不会去KTV唱 他会去金巴黎酒厅 不是 那个不 阿关 这个很特例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解释是这110名 如果说是没有症状的人 没有发烧的人 就一定啪啪燥 但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他没有症状 我们当然推估他 有可能啪啪燥 现在问题就是 这111名是在我 他所谓的111名指的是 我们严格检疫之后 还是严格检疫之前 我觉得时间点才是关键 没有 你严格检疫也一样 因为严格检疫前 我们没有发现 你听我讲 我是武汉回来的 对不对 我经过你的严格检疫 比如说就是发烧 或者是任何情况 你认为我现在 目前没有症状 那我要居家隔离14天 我要居家隔离14天 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那现在如果14天后 14天后都没有症状 然后也没有病 这种人已经不到110了 我告诉你 搞不好都一两个而已了 好 所以你这个不能这样推 因为他忘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14天隔离 他没有算进来 好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忘了这件事 但是还是陈秀希 也把那个时间点 就是那个 我说的时间差 也算在里面 因为如果有那个时间差 500万人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紧张了 500万人 500万人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紧张了 好 不可能 那下一个问题是 谢宗学医生说 3月底到4月恐怕成为防疫破口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说 3月中之后有中国复工 复工是极大的风险 大量的台商会回国治病潮 也可能是在那个时候 4月中后有清明回乡扫墓潮 所以有可能 因为清明回乡扫墓潮 人出现了大规模的移动 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因为 人会出现大规模的流动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在3月到4月 会出现防疫破口 其实严格的讲 我不觉得说 需要强调3月底4月 我的看法是 只要大陆疫情不结束 一直都会有防疫破口 也不是说2月 我们现在就没有防疫破口 有啊 我们要尽全力去围堵他 所以任何时间 恐惩防疫破口 只要我们继续跟他有来往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持续还是有飞机 飞来飞去嘛 每天几千人进来嘛 如果到了清明扫墓的时候 大量的人回来的话怎么办 所以这个我们要想一个机制 就是说鼓励大家不要随便进出 那我觉得说 我们现在还维持跟大陆的航空运输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可是我们又顾及到说 因为大陆跟台湾的经济紧密相连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负担说 马上放弃断寒的一个抉择 可是我觉得说 我们现在已经警示说 这个叫做三级疫情 然后他没有绝对必要 不要去大陆 可是问题是去大陆的人 真的都是有绝对必要吗 我觉得非常怀疑 里面可能有去找小三的 或者是做什么事 这个是绝对必要吗 去探亲 这是绝对必要吗 所以我觉得说对于检疫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更严格一点 你需要他自己的思维来思考 到底有没有绝对必要 是不是有些人去大陆看小三 什么叫绝对必要 不去会出事 不去会出事也不一定 好吧 就是说 不去 马上帝人走 你从大陆回来 我们采取更严格的检疫 我看最多很高的 对必要的 我喜欢 这些人 我知不知道 是不是 我